好,我們今天就找來三位嘉賓繼續講一份私刑報告 我們私刑報告的看法,我終於想到一個好的形容詞 就是用尖皮拆骨這個方式去看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看私刑報告,就不是用尖皮拆骨的方式 就是看看那一排是哪個官員說的 於是就只抽出那一塊出來 譬如那個是右腿,就吃右腿 那天是左腿,就吃左腿 但我們就覺得這樣看未必最棒 可能真的要炒一碟去看 尤其是有些東西沒有官員什麼非子 就好像文化這家東西,體育這家東西 有的,你可以說 都但是未到他上場 就不是文化局,只不過現在歸了去文政事務局 今天怎樣去三個層次去空間與文化三吃呢 我們今天找來三位嘉賓 有立法會員中國賓 另外也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 兼由尖旺區議會主席就是葉武東 大家好 兩位男士就夾著一位女士 就是近樓高創意策略項目總監 胡文基,Maggie Maggie為什麼要找他上來呢 因為我想回顧好頂部的三部分 因為葉武東是西九 然後中國賓就 其實自由黨這期好像很關心山頂 其實你們山頂 雖然 你們江島區 黃花整個景很重要 於是西邊有,南邊有,我們也要東邊有 Maggie做很多東九龍的事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Maggie Wu 近樓高設計創意策略 其實就是近帝強 近叔 近叔和劉小康那間公司 我們主要就是幫啟德做地方品牌 我們和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叫做活力瓷場 亦都幫他們在一些公共空間裏面 做了很多不同的設計 和一些活動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以前說所謂地方品牌 大家可能印象相對深刻一點 就是那條很短的飛龍 就是那條很短的香港飛龍 那不是延長過一次嗎 拉長過一次 但是其實我覺得現在的東西都要細化 所以其實在地區做品牌 其實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就不是製造一個標誌 就是不是區議會製造一個標誌就算了 一會兒跟Maggie聊一下 那我們不如先找一下鍾國斌 我們之前私人樂地中找過鍾國斌和葉豪東上來 我們先回應一下 鍾國斌就說交了一個建議書給林太 關於深水埗 作為一個時裝的地標 那現在是 寫了在詩詩報告 第九十二段 這片都是西九 九龍的西邊 收上去報告也是九龍西邊 你好像那些補習天王 之前出的那份模擬考卷 出了哪個題目 現在真的考的時候 就有那份在那裡 然後你就會出一個廣告 就是好 貼中 就是這樣 這個做了很多功夫的背後 當然不是說忽然之間寫了提議書 就真的拿了看了 說可以放進去 事前也有兩三年時間 跟不同的局 和上屆政府有些官員都在拍檔 做這些事情 終於寫了下去 希望可以反映到 那輻射效應你預期會是怎樣的呢 那輻射效應我覺得也很大 當然我代表紡織仔這屆 所以變成深水埗是一個時裝地標 因為一向大家都知道 深水埗有很多賣布 賣配料 賣服飾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個基礎在這裏 那至於怎樣可以發展呢 如果我們做得好 打造成功的話 那你可以吸引到旅客 旅法稿可以做很多推廣 吸引一些旅客來看看 香港的時裝設計師 新進品牌的落腳情況如何 其實的確是這樣的 因為上次鍾國斌講完之後 我都走過一輪 其實只是買樓 不是一棟棟的那些 一粒粒的那些 只是買一粒粒的那些樓 整條街就是 南昌街 其實多度 只是說買樓也不要開玩笑 所以基礎在這裏 基礎在這裏 再發揮發展推廣 而且有些是買那些 旗袍那一隻樓 旗袍那些樓 是很多款的 那些錦樓 那些錦樓也有很多款 另外那些瘦花鞋也有很多 所以其實那裏是有得做的 不過我下一個問題 還是要問你 有得做會不會加租呢 租這件事 很難說的 你商業世界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你經濟發展 你先吃了一口湯 起碼有些年青人受惠 所以為什麼上次我和你提過 在天橋底的空間可以發展 天橋底你又不會拆 政府管理範圍的物業 那你如果在那裏做到一些 間套出來給年青人做一些展覽 展覽 或者在那裏擺賣 或者是那些pop up store 那些人又不會怎樣加租 好 我問你關於先驗報告 第二 經濟發展土地供應的部分 即是第39段到45段 就由工商業用地 物流業匯展業用地 去到活發工廈 其實你覺得 實在是怎樣呢 作為自由黨 經濟和生意 一定是你的 他在活發工廈那裏 做了一段時間 就停了 檢討完之後 他發覺 當然很多文化界那裏 都投訴 喂 你活發工廈 你活發工廈就加租 就趕走了 你不行的 所以他現在都說 活發工廈要做的 不過怎樣再去做 又怎樣的優惠 吸引到一些 業主可以優惠給一些 文化界年青人的話 是有得商量的 第二件事 我覺得他會展 做得很聰明 上一屆政府就說 灣仔的運動場 要收回來做會展 當然很多體育界有吵 學界有吵 地區人士有吵 這件事 如果有那麼多界別有吵 就不能做了 不用做了 所以這次就說 保留了灣仔運動場 但是呢 同一時間 就拆了 或者收回他現有三棟政府的樓 這些是他自己的事 他喜歡怎樣做 那三棟樓其實就 曾俊華年代 已經收回來 起隔級商下 不過就磨了很久 據說 好像入境處磨 都還未能走 但問題是 那時候沒有地方搬 是的 現在手起刀落可以做 九龍灣 我覺得手起刀落那一刻很漂亮 即是有什麼好得過 你又和前朝已經畫清界線 又解決了前朝的爭拗問題 還有這個是所謂民主派很大力打的一件事 同時間你伸出橄欖枝 所以一舉幾得 但我其實覺得空間運用 是應該要一舉幾得的 即是講開這件事 你不需要分黨派 其實什麼黨派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那個空間 譬如藝術文化也是 我們剛才講天橋底 講公廈 以至到所謂副作用 駕造 其實都會影響西九 其實老實說 你想一下西九真的開 租金都有輻射性影響 你怎麼看這個課題 現在我想文化藝術界面對比較大困難 就是政府不是一個很清晰的文化政策 這個我想 雖然施政報告都有提及 但是都是青蹄點水式 如果長遠 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聽過特首說過 長遠都希望有一個文化局 我想這個對於整個香港有一個 有規劃有規模的文化藝術 長遠發展有好處 在未有文化局 或未有一套很完整的文化政策 推出之前 我們好像打單拋一樣 續行去做 只能夠稱得上文化的項目 哪怕你活化工廈過去也有它的制爪 甚至也有一些傳媒報道說 究竟要改建做住宅用途 還是文化藝術呢 我想這個還有空間去討論 但是問題是 現在未有文化局 之前 你覺得那份私人報告還可以 有哪些位置你覺得值得要留意呢 譬如我舉例 去到254段 他有講到 找藝法局 研究在黃竹坑 以藝術空間的模式 在私人物業的業主提供活化工廈和商下的樓面 開拓新的藝術空間 有些人就被青年藝術家以優惠的租金租用 這部分你覺得怎麼看呢 所以我就說 是一個項目形式去處理文化藝術的發展 如果你說有長遠的文化藝術政策 加上政府的行為可以配合 現在你也是要借用 或者鼓勵一些私人機構去參與這個項目 給一些商議的租金 有一套長遠規劃 究竟如果是從事文化藝術的年輕人 去有一個願景的話 我相信第一可以吸引更多文化藝術的工作者去投入 這裏我想我少少翻譯一下葉浩東 你剛才所說的 其實很多人如果不是做慣議會的工作 未必知道葉浩東說要有長遠的政策 因為他們可能看到 媒體通常有報導一個個項目 但一個個項目就是一個個項目 政府可能是幫忙這個項目 或者三年或者五年甚至十年 都是一個個項目 但是政策就不是的 政策就真的是全港性的 還有是繼續可以營運下去 可能是有所謂的經常性開支支援 這個我覺得很... 現在就只是有一個個項目 就沒有政策 我想我剛才都說 沒有反對他有項目 但我想要做得有持續性的話 就要有一個政策出口 通常那些官員 就要參考一些做得好的項目 所以其實譬如周國斌 做那個... 就是... 時裝區 是不是 那個也是一個可能 以後來抄的 其他行業都要抄 你都還沒頂的 但是現在在抄的那個 就是林太自己很上心的 他自己 搭過台出來 就是西九和東九 是不是 就是由 我們說起動九龍東那個年代開始 現在就不只起動了 起動了很久了 現在要整個磁場出來 是嗎 那個活力的磁場是怎樣的呢 Maggie 其實... 作為一個參考個案 市民要知道些什麼呢 其實... 整個... 就是... 整個320公斤的島地 它其實就是一個 香港最大的花園 因為它的公共空間 事實上是最大的 即是比西九還大 八倍 八倍 是西九的八倍 所以... уст echt thee 他是直接公共空間 但這幾百公斤的地方不是全能做公園 但你的意思是它的公園範圍 加加上都比較 大過西九那個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公共空間 在裏面去融造一個氣氛、一個氛圍 所以我們現在在啟德建設這個氛圍 用活力磁場的概念 如何將以前啟德的那種力量 加上周遭很多不同的社區 例如新蒲崗、彩虹等社區 全部將以前的文化等等 我們慢慢去融入 怎樣做法 其實會在視覺 在看到的東西、摸到的東西 甚至是你感受到的等等 我們都會慢慢在研究怎樣去做 即將會跑出來的那些東西 其實現在最快看到 因為一定是視覺先的 時間空間 其實現在我們會有一種特定的顏色 跟著也會在一些公共設施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系統 就是一些設計語言 會是規範在裏面 要幫你從專業那些 沒有回來 落地先 好 因為沙盤被人當成是燕灰鋼 這個都區議會吵了十幾二十年 是不是可以有些東西 即是再漂亮一點的欄杆 再漂亮一點的燈柱 簡單到是這樣 其實 絕對是 會不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其實現在如果你進去啟德 都會開始發現有些垃圾桶 是跟外面很不同的 形狀就會是一樣 真的好 你從最髒的東西做起就是最適合 真的有垃圾桶 你會看到它好像是一個雕塑品 但那些人只是垃圾桶 只是垃圾桶 有那個開口 而且它本身的顏色 已經跟橙色的小路寶很不同 所以它本身整個啟德區域裡面 都會有它自己特定那個顏色區分 如果官員要在民間去學任何東西 那你覺得會學些什麼呢 在你這個項目裡面 或者要參考一些東西 應該要參考些什麼 我想其實就是要看一看 究竟什麼叫品牌 因為很多人看品牌就是看視覺上 或者一個商標就叫做原裝 其實一個品牌 都沒有 有些官僚是想怎樣清潔的 我經常都說 行政上的方便 最限錢的清潔方法 是啊 所以如果要講品牌 其實連那些人都要升級 那些垃圾桶 不只是垃圾桶 麻煩你把垃圾桶 麻煩你親住垃圾桶 我們要這樣想法才行 這個也很重要 要用品牌思考 要用設計思考 而且設計我想的意思是 那個用家是怎樣 由用家的角度 但其實我也想問兩位都很重要 不如問一下鍾國斌 剛剛Maggie說過設計語言 和視像效果 這件事我不是看不到的 其實我們那個視覺藝術 從來在施政報局 是相對近乎沒有提過的 通常是表演藝術多 我印象中是表演藝術多 這次算是叫做 不知道算不算破天荒 20年來第一次肯說一下視像藝術 包括時裝和西舊也是 鍾國斌你先說一下 這次司令報局的林鄭說明 如果在經濟發展 他專注在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科研 第二就是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一定是講這些設計 就是創意產業 視像 我也問過他 他說他有一個破格思維 破格思維當然要所有的東西 都要重新改變 不太老老肚肚 勞動市場的設計也重要 我希望他下一次 司令報局會輸 設計好一點 我們罵了幾年了 你想想他拍片 都只是拍著小腿 現在的司令報局的片 一起同行也有型 但這份司令報局仍然都是 一劈淺藍色 很傳統 對於政府的人來說 為什麼要用一隻相對地比較 我拿給近叔看 近叔就會問 為什麼這些字形 這麼挖雷脫 這麼工整 這麼挖的 牛字這樣插出來 我覺得 你固然批評了 除了一個字款 我覺得做一些簡單的 你做一些圖像也可以 做一些圖像 比如房屋政策 你做一間小屋子 這些都不是什麼 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已經在做的 但是講到視覺來說 我覺得區議會的層次 可能更加重要 因為那是很貼身的東西 而你現在兩頂帽 你怎麼可以把所謂 提升文化修養 我詳細報局也有講的 會帶入你一個區 以至帶去全香港 其實舉個例子 在過去 譬如在九龍公園 有個漫畫星光大道 其實是集合了本地漫畫家 其實都是比較受歡迎的漫畫人物 動漫畫人物 其實我私下有跟不同的官員都建議過 可不可以把那些立體雕塑 放在不同的社區裏面 我舉個例子 就像日本 譬如福江那樣 他周圍 可能地上會有個面包超人的公仔 我不止 我是足球小將迷 我去找足球小將的銅像 要逐個站去找 要走去打卡 他們融入了在街道 甚至是一些文化裏面 為什麼在香港 既然我們有大力推動本地文化 這些動漫的雕塑 也是受歡迎 為什麼不可以放在街頭呢 居宜會肯做的 至少我個人 或者我跟同事聊過 大家是正面的 但是很多時候 目前為止 主要只有一個人物真的做得到 那個叫孫中山 是不是 但是我想在不同的部門上 會有制肘 這個挺氣淚的 不過一牽涉到街的東西 就很麻煩 就四五個部門 這個都是痛苦的 我想最大第一個 我放行人路 例如放在柏禮大 可能牽涉到路政署 前期摸底已經完成公主 那可以怎麼做呢 沒有啦 反而要反過來 這個要上而下 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我想這個不單止是一個文化的政策 或者是一個地區層面的地區行政 還是牽涉到文化政策 不過你看到日本真的很快 它簡直是春夏秋冬 這條街可以有四款東西出 其實很厲害 我們不要拿日本來比 這個就差很遠了 譬如它櫻花祭 它可以把整條街 搞到全部粉紅色 和有粉紅色的食物 和飲品 全部都有 我們沒有去到那個層次 但是 如果我們就著這份司令報告 看下一份 看18年那份 你覺得要 留一句什麼話給特首呢 每一位嘉賓說一下 可以不可以 一個清晰的文化政策 我想是有需要的 起碼 開一張 你說短、長期也好 哪怕短期的文化政策 我想給一些清晰出來 年輕人也好 或者文化藝術工作者 都是覺得有需要的 有了政策 那些部門就不會這麼容易推撞 也都清晰了大家的工作範疇 對的 Maggie呢 民間你怎麼看 我也是贊成葉議員說 那個文化政策很重要 因為現在真的 各自各在做這些project 沒有意思的 其實你看不到那個聯繫性 反而由上面告訴你 其實大家都一起要做 好像倫敦 或者好像首爾 其實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是因為有個政策 有個政策 那些部門就不會告訴你 他做不到什麼 因為路政處 他只是看路政 他不是看文化的 對的 好了 中學班 你在立法會最多時間講政策 你一百年你希望有些什麼 有文化政策當然是需要的 但有時候 我也不會這麼貪心 因為他寫了這麼多東西 你看看他做到什麼 他已經很打得了 但是你 下面真的沒那麼打得 這樣也是 你真的要看看 但是他一年後 哪些是開起都可以 不要說落實 是吧 中國賓這句的意思就是 看你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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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現實的 那你覺得最不夠在哪裡 如果看今年 你覺得最不夠在哪裡 最不夠 他都四萬九千幾字 包羅萬有 即是你沒有什麼特別不夠的 你真的問他什麼 他都說有在 是吧 重點始終都是創意產業 希望他在文化政策上 起步之後 體會得到 我收到你的Q 你的Q 最低限度深水埗 麻煩你先開波 明年份才要放高之前 好了 今天再次謝謝中國賓 葉武東和Maggie 謝謝 謝謝